非常感谢大家来到这次主播FS的一个分享 这次的presentation是由我和我的同事盛勇 然后来给大家做分享 我们主要介绍一下主播FS 对主播FS做一个比较全面的一个介绍吧 不光有这个introduction 然后还有一些比较深入到架构层面的一个介绍 然后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刘硕然 来自于贝壳找房 然后我目前是这个主播FS的这个maintainer 我曾经就职于华为京东以及OPPO 都是做这个存储以及分布式人间系统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我的同事盛勇也是来自贝壳 然后目前是这个主播FS的核心成员以及贡献者 之前也是曾经就职于华为 就是做这个存储相关的一些工作 然后今天介绍的这个主要内容 主要分这么几个方面 首先是简单的回顾一下这个主播FS这个项目 就是对于对主播FS还不是很熟悉的同学 我们会介绍一下主播FS这个项目具体是什么 然后在生产中能够解决什么样的问题 以及回顾一下这个主播FS的发展历程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在这个生产使用过程中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技巧吧 然后是不管是对于还未使用主播FS的同学 还是对于已经在使用主播FS同学 可能都会有一些启发这样子 然后我们会深入到这个设计以及底层架构这块 然后对主播FS做一个介绍 然后以及当初在设计的过程当中 做了哪些这个tradeoff 以及为什么做这些design的decision的一个决策 我们会在这一部分来做一个介绍 然后呢我们会从生产环境生产中介绍一些case study 然后给其他的同学一些参考 就说主播FS其实是一个比较成熟的 然后目前在这个生产环境已经用的比较广泛的一个分布式的一个存储系统 然后我们会介绍一下这个目前正在做的一个feature 主要就是说这个feature当然还没有release 但是说如果release的话 其实是能够非常大的拓展初播FS的适用场景 然后最后呢是介绍一下 如果想对于那些对初播FS有兴趣的同学 不管是使用还是开发 可以怎么样联系我们 大家可以共同的做一些探讨 首先第一部分就是我们先回顾一下初播FS 这里有一个初播FS的一个简介 这个简介呢我这里列出了一些关键词 首先呢就是它是一个distributed file system and object store 就是说它是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和对象存储 为什么说是和呢 是因为初播FS是实现了底层一份数据 然后我上面可以通过两种这个接口形式来进行访问 也就是说你通过文件系统接口写入的数据 也可以通过这个对象存储接口S3接口 然后去访问 然后通过S3接口写入的数据 然后是可以通过这个文件系统接口来进行访问的 就是说然后这样的话就给了这个业务方很大的一个选择空间 可以根据自己不同的业务特点 然后选择适合的一个接口去做这个访问 然后第二个关键词就是large scale 这个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那个初保FS的一个定位 就是因为它当初从设计开始的一个定位 就是为了大规模的这个容器集群服务的 也就是说 所有的这种 就是说跑在大规模容器集群里面的应用 它需要有存储的一个解决方案 然后初保FS其实是为他们来做这个服务的 然后因为有这个large scale的这个定位呢 所以说后面的很多设计的一个决策 都是围绕这个大规模来做的 比如说我会需要scalability啊 然后包括这个多租户 其实也是因为初保FS比较适合的场景 就是说底层是一个大的一个集群 然后上面通过多租户的方式 然后给不同的业务方来进行使用 就说后面的话 我的同事剩余会对这方面 就是很多这个设计的决策 是怎么做出来的 然后做一个介绍 然后一个关键词 就是这个general purpose storage 就说初保FS它其实 因为它是为这个大规模容器平台服务的 然后这里面的应用 肯定是五花八门吧 就是它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 不光需要 不光有大文件的顺序读顺习写 随机读随机写 然后还有很多小文件的场景 所以说它就是说初保FS 其实是作为一个通用的这个存储来设计的 不是为了单独某一个 不是为了单独某一个某一种场景来设计的 然后但是这就牵扯到下面一个特点 就是optimized for small fails 就是我们知道这个 对于分布式存储来说 大文件的这个顺序读写 其实是一个相当于基本分数 就是说 这一块大家做的其实都是不错的 然后但是呢 小文件的处理 其实是一个难点 然后初保FS在这方面做了很多的一个工作 以及优化 然后使得初保FS能够支撑海量小文件的一个场景 但其实初保FS并不是为了小文件而设计的 就它本质上是一个general purpose storage 然后最后一个这个关键词 我这边列的是 就是要withstand traffic peak 就是要应对这个流量洪峰 因为这个初保FS 其实它是脱胎于这个京东商城的 就说天然就带了这么一个属性 要能够应对这个突发的一个大的这个流量 就是比如说在每年两次的这个大促的时候 你要是你要能够这个应对这个突发的流量洪峰 然后怎么做到这个呢 其实这也跟这个之前的这个large scale是有关系的 就是说这背后的这个逻辑其实都是一脉相承的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 就举个例子 比如说你现在有一桶水 然后你及时比如说往里倒一碗水 都可能会引起比较大的一个波动 但是呢 当你现在有一个池塘的水 你及时往里去倒一桶水 可能也掀不起什么波澜 然后要 这就是那个 其实就是 初保FS的一个设计哲学吧 就是也算 就是要做到这一点 是必须 首先要large scale 一定要有 另外一个就是要做到这个scalability 就是说这个集权整体的这个性能的上限 是要能够随着这个节点数的增加 而做这而线性增长的 只有能够达到这两点的话 才能够做到 比如说我刚才说的 你有一个池塘的水 然后你倒进去一桶水 都显不出来什么波澜 就是 就是一个比喻吧 然后我们来回顾一下 就是初保FS的一个发展的 这个历程 就这个项目 其实从2017年年初 就开始启动了 然后一直到这个2018年的6月份 才第一次在京东 生产环境上去应用 所以其实大家可以看到 其实还是 做了很长的一个时间 然后 就是做了一个比较精细的一个设计也好 然后规划也好 包括实线上面 都是做的比较细致的 然后在这个2019年的3月份 然后我们把这个初保FS开源 到了GitHub上面 然后在4月份的时候 就release了这个1.0的一个版本 然后这个版本主要还是集中在这个分布置文件系统这一块 然后支持顺序读 顺序读写大文件的这个大小文件 都是处理的比较好的 就这个1.0的一个版本 然后在6月份的时候 我们是给这个CNCF的这个Storage FIG做了一个技术的一个presentation 就是我们希望是能够把这个初保FS捐赠给CNCF作为一个sandbox的项目 然后所以在这个6月份的时候是做了一个技术的这个分享 然后并且在6月份的时候我们也有了第一个这个外部的用户 然后在这个2019年7月份的时候 就基于初保FS写的一篇paper 就发表在这个sigmod上面 就说虽然它是industrial paper 但是呢实际上通过这个评审的这个反馈来看 还是需要有这个非常明确的一个创新点 才能够发表这篇paper 然后初保FS的设计 刚才我也提到了 就是说是跟其他的这个分布式存储 都是至少目前至少是开源的分布式存储里面 都是不一样的 然后非常有特点 然后也正是由于这些创新 才给到了这个初保FS很多的一个能力 然后能够适应非常广泛的一个应用场景 所以这篇paper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 其实是可以去读一下的 虽然是已经19年发表的吧 但是大的这个架构层面的东西都没有变 然后因为我们这个本身也是为了这个大规模 这个容器平台来设计的 然后本身跟这个CNCF的这个生态的这个关系 然后我们在就开始做一些 cloud native生态相关的一些东西 就是在8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release了这个CSI的这个driver 然后在这个11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release了这个初保FS Helm第一版 这个版本 然后在12月份的时候 我们就加入了这个CNCF 然后作为一个sandbox的项目 然后在这个2020年4月份的时候 又发布了一个比较大的 重要的一个大版本 就是2.0这个版本 在这个版本里面 我们就是支持了S3的这个接口 然后真正的把这个初保FS 从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 就是然后变成了一个分布式的文件系统 统合对象存储这样的一个概念 然后目前最最最最近的一个stable的版本是5月份release的是这个v2.4.0 然后目前还有一个相对比较稳定的版本就是这个v2.4.1 然后以及可能年底会要发布的这个v2.5的一个版本 并且呢目前这个我们也在积极的推动这个初保FS进入这个复化阶段 然后也在做这个也是已经到了这个ddreview的一个尾声阶段了吧 因为目前其实初保FS不管是从这个开发的这个开发者 还是从这个外部用户的这个使用数量上 其实都是已经有非常大的一个提升了 然后这边呢主要就是介绍一下就是 初保FS跟云原生这个生态里面做的相关的一些东西 举个例子比如说这个像这个监控这一块 就非常典型的云原生的一个架构 每个节点他都会去注册自己 然后会去export一个exporter的这个这个这个接口 然后会去使用这个普隆米修斯 去定期的拉取这个一些matrix 然后展示的话就是通过这个Graphana来进行一个展示 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一个原生的用普隆米修斯的一个架构吧算是 然后另外就是像我们的这个Helm啊 然后csi这些这些代码其实都是可以在Github上面找到的 然后另外包括Graphana和这个普隆米修斯的一些配置 其实也都是在Github上都可以找到 然后大家可以使用这个这个这个配置 然后也可以根据需要自己去做一些定制的修改 都是可以的 然后下面我们就简单介绍一下就是 出保FS的一些有意思的一些小技巧吧 不就是如果对于那个还没有接受出保FS的 大家可能会问 这出保FS到底是个什么样子呢 到底是怎么使用的呢 然后对于大家如果只是想简单的去了解一下 或者去做个demo的话 我们是提供了这个单机版的这个DockerCompose的一个部署的方案 就可以看到就是我们可以通过这个Docker目录下面的这个 runDocker.sh 然后直接去启动一个容器 启动一个集群 最小部署的一个集群用DockerCompose的方式来启动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会去编译这个ServerClient 然后以及这个Cli工具 还有这个Lib SDK 然后我们会启动三个Master节点 然后四个MetaNode的节点 以及四个DataNode的节点 这都是相当于最小化的部署吧 并且我们也会启动这个Console, Graphana, Promitius这些节点 启动完这个集群的部署以后 我们会启动一个挂载了TuberFSClient的一个容器 这个容器里面就是已经挂载了TuberFS的FuseClient 然后挂载完以后是什么样子呢 就是大家可以看到通过这个Linux的DFMillion 是能够看到这个TuberFS的挂载点的 这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你完全可以像操作就是本地目录一样 去对这个TuberFS进行一个读写的 或者说其他的就是其他一些操作包括ChangeMode 包括其他的一些就文件系统相关的一些操作 都是可以通过对这个挂载点的一个操作来进行的 然后我们刚才说TuberFS它是一个分布式文件系统和对象存储 然后这里面就有一个跟对象存储这个语义的一个转化的一个 一个话题吧 然后TuberFS这边的这个ClusterName 其实可以对应到这个对象存储里面这个region 然后这边的这个volume就可以对应到这个对象存储里面的bucket 然后这边的一个目录加文件 其实就是对应到这个某一个对象 然后我们可以看到右边这张图 比如说我现在跟目录下面有A这个目录 然后B点text 那么你通过这个 然后这个volume是新建好的一个volume叫example 那么如果通过S3机构访问的话 那就是相当于是访问example这个bucket 然后这个a slashb.txt这个object 这是一个语义上面的一个matchup 然后 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本质上出发FS底层还是一个文件系统 然后直播上面会暴露出这个S3的一个结果 这样做有好处也有劣势吧 好处就是说 它的原数据操作的这个overhead非常的小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对象存储的一个 比如说做一个move其实开销还是蛮大的 但是对于文件系统来说 这个move的开销就非常小了 就只是动一下原数据就ok 所以说 优势就是这个原数据的这个开销非常小 然后劣势呢就是说跟原生的这个S3的语义 肯定会有一些出入 举个例子就是说 还是上面那个例子就是比如说你有a slash b.txc这个object以后 那么在对象存储那边其实它就是存了一个key 再加一个object 但在主宝这边呢 其实它会有分层了 也就是说它会有a这个目录 然后并且有b.txc这么一个文件 这样的话呢 如果你在想创建a这么一个对象的话 那是不能了 因为这个路径在我这边已经是一个文件夹了 就这是跟那个原生的s3语义上的一些区别吧 啊这边是一个就比如说 呃我们刚才看到通过文件系统接口 我们已经写入了 这个ltp test这个volume 的一个呃几个文件了 然后我们通过s3是如何访问的 比如说我们先 我们是使用的这个s3 command 这个就是亚马逊提供的这个工具 当然用其他的但凡是可以访问s3接口的工具 其实有些都是可以的 那比如说我们先把这个s3的这个config先配置好 然后我们就可以用这个s3 command 来去操作这个这个bucket 比如说我们先ls一下这个bucket 我们可以看到它就把这些下面的这个 对象就会列出来 然后我们也可以做get这个操作 还有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句调吧 就是像我们在支撑这个机器学习的时候 经常会遇到同一个文件夹下面 有非常多的就是海量的文件 比如说可能会超过1500万的文件 然后这样一个量级的一个文件 如果在同一个目录下面 对于任何一个文件系统 其实都是非常有挑战的 就是说非常有挑战的一个事情 然后你基本上如果一个目录下面有这么多的文件 你做ls基本上是不太可能把它全列出来了 所以业务方之前在碰到这种情况的时候 都是会自己先记一份列表 就自己再把这个原数据记一遍 然后再把这些文件存到这个文件系统里面 但是呢主播fs其实是可以提供一个 比较有意思的一个接口吧 就我可以直接从metanode上面去拉取这个 这个父目录 下面所有的这个目录像 这么这么一个接口 然后通过这个接口呢 我们其实就可以 就通过这个接口 我们就可以把这个附目录下面所有的这个目录像 其实都一次性导出来 这个过程非常快 1500万的文件可能也就 时间20秒 时间就能全部都导出来 然后 就业务方其实是 就不需要自己再记一份这个原数据 这样子 这一个比较有意思的小技巧吧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主播fs这边还支持一个子目录的一个挂载 就是说 除了通过这个volume 来做这个 权限的管控 我们还提供这个involume的这个 权限的管控 就是一个隔离 比如说还是像刚才那样就是我LTP这个volume下面 我会有几个子目录 然后可能同一个业务方下面我有不同的小组 然后 完全可以去使用不同的目录 然后他们之间互相 是可以完全做到完全就是看不到的 就比如说我这个volume下面有个dl20这么一个目录 然后我挂载的时候只要加一个这个subdl的这个配置选项 我就可以把这个 对方的挂载直接挂载到这个dl20下面 然后他看到的这个目录 就直接是dl0下面的这个内容 就是 dl之上的这些东西 但是完全看不到的 然后另外呢就是 因为 挂载了 和初爆FS的这个fuse的客户端之后呢 其实是可以 跟操作本地目录是一样的这样一个操作方式 所以呢 就会衍生出很多很有意思的一个访问方式吧 比如说我们可以 在机器上面先挂载这个初爆FS的fuse client 然后起一个nfs server 然后把它export出去 然后其他的这个 如果又遇到有这种网络隔离的这种 用户的 他就可以通过nfs的一个协议就 去进行访问 然后另外呢我们也可以比如说在他之上起一个ftp server 这样的话就可以 要么就可以通过ftp的方式去访问 然后另外我们可以比如说起一个miel的console 就是用这个nfs的这个miel的 然后我们就可以通过网页的方式去进行访问 就是也是极大的丰富了这个 用户的一个访问吧 初爆FS在设计上做到了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 resource manager主要是负责对整个系统原数据的管理和控制 而文件的原数据和数据则分布在metanode和datanode上 metanode会存储文件本身的原数据 比如像inode或者dentree这样一些文件相关的信息 一个metanode是由多个metapartition组成 而每一个metapartition上面又会记录着很多文件原数据信息 在运行时这些文件原数据信息都是直接缓存在内存中的 datanode则是存储文件数据 它也是由多个datapartition组成 而每一个datapartition中间也会包含着非常多的文件分片 控制面和数据面分离是有一些好处的 它可以让我们添加新的meta或者datanode的时候变得更加的方便 而ResourceManager也不会成为文件操作的瓶颈 Volume在tubeFS中是作为一个逻辑的概念存在的 它会把很多的metapartition和datapartition聚合在一起 为数据之间提供一定的隔离 ObjectNode和Client也是在Volume的基础上分别为 应用提供了对象存储和文件系统的访问方式 Client也可以按照应用的需求部署在不同的环境中 为了能够提供一个统一的数据访问接口 TuberFS也提供了SDK负责于TuberFS服务端进行RPC通信 Fuse S3以及动特连接库都是在SDK的基础上进行的扩展 SDK也就可以方便不同形态的文件访问方式 都可以很方便的集成到TuberFS中来 考虑到不同 考虑到节点的可扩展性问题 TuberFS没有依赖于目录数的结构 来对文件原数据进行分区 TuberFS在创建文件的时候 会把文件的这个创建的动作分成两个RPC来共同完成 也就是会分别单独的创建Inode以及创建Dentry 文件的Inode是以Inode号为所以 这样我们的Dentry和Inode就没有必要记录到同一个Metanode上 在这个基础上呢 扩展Metanode就会变得更加的容易 为了减少文件分片的数量 触保FS将大文件和小文件区别对待 大文件会占用独立的分片 也就是这里我们看到的Extent file 而小文件则会被聚合到单独的Extent中 当这些小文件变更或者是删除的时候 处理Extent就会变得相对来说复杂一点 如果我们是采用传统的GC的方式来处理这些Extent 那么搬移数据就必然会影响文件访问的性能 同时也会增加原数据的管理的复杂程度 而触保FS没有采用GC的方式 而是依赖于底层本地文件系统的punch hold的能力 来对这些Extent占用的空间进行释放 相对来说这就比Extent 会更加的有一些优势 触保FS所针对的场景是温和热数据访问居多的场景 所以在性能和内存开销的这个权衡中 触保FS就更倾向于用空间来换取时间 所以在触保FS的metanode运行时 会把文件的原数据都全量的换存到内存里面 这样的话我们在访问文件数据的时候 就可以避免不必要的存储戒指的IO开销 而在实际的部署中也会通常将metanode和datanode进行混布 这样的话就可以提升单个服务器中内存和存储戒指的利用率 面对像云这样的一些使用场景 通常顺序写会比覆盖写更为常见 所以在触保FS中对于顺序写 触保FS是选择了异地更新extend 并且配合主从备份的这样一种方式 来提升写的性能 而对于覆盖写 则是采用了原地更新extend 然后加上RAFT同步的方式 来减少文件原数据的碎片化程度 虽然RAFT同步的开销会更大一些 但是在这种顺序写多于覆盖写的前提下 那么触保FS在设计的时候也是做了一些取舍 就是舍弃了覆盖写 覆盖写时候的一些性能 选择原数据的可维护性 在文件数据的可用性和一致性方面 因为DataNode也是采用了RAFT协议 来同步覆盖写的这种数据 因此不同的DataNode之间 在某个时刻可能会出现数据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当我们在使用触保FS访问数据的时候 如果我们对数据有强一致性的要求 就必须从DataNode的Leader的地方来访问数据 如果我们对数据的使用 是允许存在stale data这样的一些场景 那么用户也可以去配置 Follower read这样的方式 允许从DataNode的Follower处来访问数据 这样可以提升数据访问的一些速度 接下来我们会选择一些 已经用在生产上的一些case study 然后来给大家做一个参考 就是能够用初保FS来解决什么问题 首先作为一个general purpose storage 其实理论上 只要是用到存储的一些场景 其实都是可以使用初保FS的 就比如说像一些点击流入业务 然后广告搜索推荐 然后即学习平台 ES 然后这个Harbor的这个金箱仓库 然后还有这个数据库的配份 类似 然后短视频这种 其实都是可以用这个初保FS来作为 通用的一个后段存储 然后我这边重点想 这回介绍的一个案例是来自于网易 然后也非常感谢网易的这个同学提供了这个case study 以及这个生产上面的最佳实践 就说他们是会把这个初保FS作为 elastic search的一个后端存储 然后直接去使用 就是说 这样呢首先他们是做了一个 这个冷热ES节点的一个分离 然后热的这个ES节点 是使用本地的这个SSD四盘 然后因为有很大的这个IO写入压力 然后所以会使用这个SSD四盘 然后另外呢就是他们的冷的这个ES节点 就会用这个初保FS 作为直接作为这个后端存储 然后初保FS这个集圈部署的时候呢 是用了这个HDD的磁盘 这样做有个好处就是说 可以做到这个冷冷节点的这个ES节点的这个存储与计算分离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冷冷的这个ES实力 其实并不需要占用太多的这个计算资源 所以呢 他们在 就设计这个架构的时候 就会把冷的这个ES实力 直接部署在初保FS的DataNode上面 就说给DataNode首先要预留出相应的资源 然后会把ES的实力 部署在这个DataNode上面 然后另外呢就是 剩下如果还有需要部署这个ES冷节点实力的话 他们会部署在这种刀片服务器上 然后充分利用一下这个CPU和这个内存 然后存储呢就完全由这个初保FS来统一进行管理 然后冷节点做使用初保FS的还有一个好处呢 就是说有非常好的这个故障迁移的这个能力 比如说实力挂掉了 然后直接在 一个节点 启动这个实力就OK了 不需要做这个数据的一个迁移 然后他们在这个配置的时候也是做了很多的这个尝试 然后最初总结出一个最佳实践 就比如说如果当后端是使用初保FS的时候 上面是可以就是 是减少 replica shares的这个副本数的 并且呢 可以通过一些配置 然后降低这个share balance的这个概率 然后因为下面其实已经是只用的初保FS 然后上面就可以降低一下这个 或者说不需要做这个share balance 然后除此之外呢他们还做了很多一些其他的事情吧 比如说 他们会通过设置那个life cycle management 然后来增加这个 ES迁移的这个频率 这样的话会可以避免集中迁移的时候造成这个突发的这个IO的一个流量 然后另外呢就是除了对这个CPU内存 以及IO所监控 他们还会定期去跑这个ES的benchmark 然后通过这个benchmark的结果来预测 或者说来识别出来这个初保FS是否需要扩容 因为之前也讲过这个初保FS是有这个随着节点数 然后他这个能力是有一个线性增长的一个这样的一个能力的 所以说当这个 当这个性能达到平静的时候 其实是可以通过增加这个初保FS的节点数 然后来扩展这个能力的上限的 然后另外就是这个机器学习平台的这样的一个最佳实践吧 就是我们这边选的是这个ASR这个业务 就是语音识别 因为语音识别这边 就比较多的这个是小文件的一个并发操作 然后初保FS的这个小文件的这个处理能力 其实是非常好的 就说只要你上层的应用 能够把这个并发做起来 然后下面的初保FS其实是能够提供非常高的一个能力的上限的 然后我们通过这个测试 其实可以看到就是说 用NFS加SSD的这样的一个性能 其实是 然后就是业务方原来是使用NFS加SSD 然后后来换成了这个初保FS加HDD的这样一个 这样一个方案 然后性能是提升了有非常大的提升 然后那个 当我们比如说把初保FS也换成SSD的时候 虽然说这个性能是有一部分提升 但是提升不大 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其实这个时候 初保FS通过架构的一个设计 就是把瓶颈已经从这个瓷盘这边 已经转移到了网卡这边 就只要当你这个网卡达到瓶颈以后 瓷盘这边 就说网卡是先达到瓶颈的 然后才是瓷盘 所以这样的话 就完全可以使用这个HDD的瓷盘 然后来替代这个SSD 并且会有性能上的非常大的一个提升 这样做到一个 就成本和这个性能上面的一个平衡吧 随着初保FS在各种场景中的应用 我们也希望初保FS能成为更多场景的一些选择 目前初保FS已经提供了Fuse Client 来满足应用的文件访问需求 但是我们仍希望初保FS有能力 在应用无需适配的情况下 满足一些更低实验的需求 所以我们为初保FS增加了绕过Fuse 或者是绕过Kernel的能力 在Linux中 Linux的动态链接器提供了Preload的机制 它允许我们在执行安抚文件之前 来指定自定义的一些动态链链 这些Preload的链 会优先于其他链进行加载 我们如果在Preload的链中 重新实现了Posix的接口函数 那么在运行时 就会覆盖标准库中的函数 如果我们实现了文件操作的这些接口 那么在运行时就可以绕过Fuse和系统调用 来去直接和初保FS进行数据的访问 为了实现文件操作 我们就需要在Preload的库中提供 对文件描述符表的一个管理 文件描述符表是需要去记录 虚拟文件描述符和真实文件描述符的应设关系 虚拟文件描述符主要是用在 应用和Preload库的交互中 而真实文件描述符主要是用在 Preload库和真实文件系统的交互中 同时我们在这个文件描述符表里面 也是需要去标识每一个文件描述符 它是否是属于初保FS 在Preload库的初始化阶段 我们就需要去准备好这个文件描述符表 并且因为应用它会有一些已经打开的文件 所以我们也需要对这些已经打开的文件 去做一个一一的映射 在文件操作的时候 我们会将文件的路径和初保FS的挂载点路径 进行一个比较 从而来判断这个文件是否是属于初保FS 根据这个判断 我们就可以调用相应的接口 来获得这个文件的真实的文件描述符 并且在我们提供的文件描述符表里面 进行一个映射 从而得到一个虚拟文件描述符 并且把这个虚拟的文件描述符 返回给应用 在这之后应用就可以直接用这个虚拟的文件描述符 来调用我们preload的库中实现的这些文件接口 来去选择合适的接口进行文件的操作 接下来就是如何联系我们 其实是有几种方式 首先肯定是Github上面提issue 然后我们会定期去处理这个issue 然后如果大家有好的建议 或者有任何疑问 都可以通过在这个Github上面提issue的方式 来去联系我们 然后另外更直接的一个方式就是 CNCF官方的这个slack slack这个space 然后里面有出发FS专属的channel 然后也可以大家通过加入到这个channel里面 然后跟我们有一个更直接的一个交流 然后另外就是在中国的一个小伙伴 其实可以加入到 我们有一个出发FS的微信群 然后也可以加入到这个微信群里面 跟我们做一个交流 然后最后非常感谢大家的这个聆听 感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